好 這一節的台灣大小事 我們要先聚焦在桃園 有一名有幫派背景的21歲中姓男子 他和一間養生館KTV的負責人有糾紛 那5號先是率眾持球棒來砸養生館 那7號再前往KTV連開了22槍恐嚇 事後警方已經成立了專案小組 迅速將他查氣盜案 我們把時間交給趙沛宇 事由主播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大批黑衣男子上前就持球棒 不停敲打停在路旁的車輛和機車 將車輛的玻璃全敲碎後 再匆忙逃離現場 5號深夜桃園民族路的一間養生館 遭人砸店 不料只過了兩天 就在雙幅路上一家KTV 又發生了搶擊案件 主嫌率人痴改造手槍前往KTV 連開了22發恐嚇 經調查唯有幫派背景之 21歲中性男子 以該兩家電負責任 疑似發生利益糾紛 率眾尋仇之事 案發後警方馬上成立專案小組 迅速將開槍的中性主嫌逮捕刀案 並查控了作案用的改造手槍 而他除了開槍恐嚇外 還涉及了養生館雜電事件 後續也將病案移送 至於其他涉案民眾 警方也已經掌握身份 未來將陸續通知道案說明 已釐清詳細案情 以上最新主播 同樣傳出槍響的 還有高雄是一對離婚的夫妻 他們7號傍晚是約在火車站旁邊 要來談判 沒想到是爆發了口角 那男方竟然是掏出了手槍 要來攻擊前妻 前妻找來的兩名男性友人 是上前的來勸架 那這時前夫是情緒突然失控 朝著兩個人就開了至少十槍 送以後雙雙不治 而開槍的翻身男子呢 隨即逃逸尚未落網 救護車緊急開往公園 兩名男子身中數槍倒地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高雄大樹區九區堂火車站旁的 博公祠外圍拉起封鎖線 禮拜天傍晚傳出槍響 離婚夫妻相約談判 卻造成兩名來勸說的朋友 中槍喪命 以為還是會像換鞭炮 是會覺得說奇怪聲音不太一樣 在公園運動的民眾聽到槍聲 當場嚇傻先逃再說 但為何嫌犯要開槍殺人呢 原來這名方姓男子和離婚的前妻 有房產糾紛相約談判 前妻帶著兩名朋友前來 雙方一言不合 嫌犯回家拿了把槍 回到現場企圖槍擊前妻 留姓和無姓兩名助陣男子上前勸說 雙方拉扯 嫌犯竟直接朝兩人開了至少十槍 前妻有趕快跑掉 以後去到一個房間裡面躲起來 現在警方已經鎖定嫌犯身份記在查詞中 離婚夫妻相約談判 南方暴走持槍掃射 無辜的朋友 宮勤辯識主丟了寶貴性命 而嫌犯身悲兩命 吃血逃逸 警方加速追棄 希望能盡速逮捕證明 亡命之徒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要看到台中 發生了驚悚的家暴案 有一名女子呢 她就在網上PO出自己的手 被咬傷 割傷 還有胸前發紅灼熱的傷勢照片 那控訴被婆婆施暴虐待 但是公婆現身說法反控呢 都是媳婦自倒自演 掐薄薄的脖子 踹她還賞巴掌 那為了要掙脫才不慎的咬傷媳婦 現在雙方各說各話 女子手臂超明顯咬痕 甚至手指還被割下一塊肉血 急斑斑 她PO文控訴自己被婆婆虐待 2月24號當天 她在婆婆家 只是要開冰箱拿東西喝 婆婆就突然狠咬她的手 後來還拿辣椒油潑她 導致她胸前發紅 整片灼熱 不只如此 甚至還化傷了她的手 她痛到叫救護車送醫 剖除驗傷單 覺得自己受了委屈 被指控的婆婆從屋內慢慢走出來 疑似腳不太舒服 怒控這是媳婦踢的 婆婆擔心媳婦再來 找查報案申請保護令 法院申請受理災案 上法院申請保護令 那兒媳婦有來報案嗎 目前她的兒媳婦 還沒有向我們本手反應 或是報案 到底是二婆婆還是二媳婦自導自演 雙方各說各話 但媳婦把受傷照片PO往報院 還說法院見誰是誰非 只能到法院對不公堂 記者新聞現任台中報導 好 食驚不媚是一件好事嗎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發生這樣的烏龍插曲 恐怕就真的有一點糗囉 有病男子他在家裡附近的小吃店 要吃飯結果入座的時候 發現椅子上出現了一千五百元的鈔票 他馬上撿起來還給老闆娘 說是有人掉錢了 那原本以為是其他客人啊 粗心遺落了 結果老闆釣魚的監視器畫面 才發現這一千五百塊的主人 其實就是撿到錢的男子 老顧客上門老樣子點了個蚵仔釣 才剛坐下就發現 椅子上怎麼多了張一千塊 又在地上發現五百元 就怕有人掉了沒發現 主動交給老闆娘 要他失誤招臨 沒想到老闆收彈 掉監視器才發現烏龍真的鬧大了 自己撿到了自己的錢還沒發現 點了餐掏出錢包 兩張白花花的鈔票划了出來 就掉在自己的腳下 還以為是誰落下的 晚晚沒想到這施主就是他自己 二八連假的第一天 跑到三峽老街附近的小吃攤 點了這盤六十塊的蚵仔釣 因為是熟客 老闆知道他就是當地人 想說兩三天就會來消費 但這回遲遲等不到人再上門 這一千五百塊 只好先用袋子包好 就等他下回出現物歸原住 施金不昧 卻上演烏龍小插曲 店家只希望施主趕快現身 下回再誠實 也要先看看這掉錢的人 有沒有可能是自己 解吳俊遠 蘇香玲 新北市報導